发改为民营经济发展局 首场公开录制的现场工作会 把这个设置办到这个会议的现场 目的就是多渠道 多场合的 鼓励我们广大民营企业反映情况 民营经济发展局和民营企业面对面 探讨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管我们的部门够多了 又整条了个部门 至于要数不对等 我们提了很多很多年了 一定要回款 再不回款 接不开锅了 我冒为了问一下您 温州您碰到这种情况了吗 现场替您解决问题 好好梳理一下 大家期待的未来的 这个民营经济处理法 一定会对这些有所体现 民营经济发展 新机遇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各位好 欢迎收看对话 聚制药 喝摘药 对话由赤舌河上游 贵州金沙高端酱酒 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轮集团 特别支持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民营经济成为了一个热词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 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配套措施 鼓务励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家关注的一些突出问题 今天我们就在被誉为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的浙江温州 共化新时代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很多人都说2023年是民营经济的政策大年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些政策措施集中发布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地落实 几位如果用一个词让你们来形容对2024年民营经济的感知 你们会用哪个词 魏局长 我想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这就是稳重向好 张市长您会用哪个词 体制升级 一位关注了增长率 一位关注了质量 民营经济在总量中占比过半 那么它与各个经济的行业都有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民营经济的供给和需求都在向好 运行的行是稳健的 前两个月 我个民营企业出口增速是达到了19.2% 比整个出口的增速快8.9个百分点 那么民间投资增速是0.4% 实现了由负转正扭转了下降的这种局面 其实扣除房地产投资 我们民间增速是达到了7.6% 第二产业的民间投资达到了12.5% 规模以上的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压值 是增长了6.5% 比去年12月份快了1.1个百分点 那么民营经济的事也是向好的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去年党政策国务院发布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还有政府工作报告也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相信随着这些政策的相续落实 我们民营经济这种积极变化的因素还会持续增加 刚刚文教长讲的全国的民营经济大概占半笔江山 但对温州来说非常特殊 温州是经济总量 企业数量 工业增加值 税收贡献 就业人数 都在90%以上 从体质的角度来讲 温州过去三年当中 高新技术企业翻了一番 那么今年的一到二月份 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增长了58% 技术改造增长了24.3% 所以它的变化的速度很快 另外一个从升级的角度来讲 我们民营经济当中的中小企业也在迅速地增加 我们从8500家的贵让企业现在到9200多家 我总体感觉到像温州的这些民营经济 对市场的感知 对创新的感知 对新智商量力的感知 都在发生强烈的变化 男总关注的是哪个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对2024年 民营经济发展的感知的话 我的感知是波浪式情形 有很多人碰到我就问 难不难 虚拟在问 经济在问 我告诉他做企业 特别做制造业企业 一定是难的 波浪式往前走 这个其实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不管是全球的产业 现在需求不足 还是新兴产业 接待性产能过剩 所以过剩当中变成了 密封们的比密包贵了 那么像这一类接待性过剩之后 一定会带来大洗牌 大并购大整合 波浪式的前行 是符合我们制造业这种常态 一定要树立这种平常性来对待 就是心无旁骛的 干好自己的制造业 在它实时的搞创新 无发展 来 陈总 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稳 两个变 从7年包括最近两会 从国家地方政府层面 不再出台了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 各种政策 这些政策慢慢在形成合力 稳的这种要素在形成 两个变呢 就一个是游戏行业产能严重故障 本来这个市场本身增长 还是处于增长快速接待 就出现了故障 比如说我们光伏 比如说我们新能源 第二个变呢 我们的质量真的明显提升了 就是民营企业啊 更加注重去加大技术投入 更加注重成长的质量 其实在2023年推出的 各种利好政策当中呢 有一项备受大家关注 国家发改委成立了 民营经济发展局 这个局究竟是管什么的 干什么的 究竟能给我们的民营企业 带来一些什么 魏局长 作为这个局的第一任局长 有没有人问过您这两个问题 确实有问过啊 也是我们自己也要思考 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呢 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 和亲近关心 民营经济工作呢 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 它涉及到我们 你看大家一二三产是吧 涉及到消费啊 投资啊 出口财政 税务金融 涉及到我们的市场监管 区域发展 就业征收 以及司法执法 等经济领域各部门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呢 是具有这个宏观管理 和综合经济调控的这个职能的部门 是吧 在发挥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呢 就是为了更好的发挥 综合平衡 促进发展 形成合力 抓工作的一盘旗的这么个作用 近日呢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呢 设立了包括43个部门和单位在内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布局联议会议 涵盖了我们各个涉及民营经济工作的部门 包括有这个中央的相关部门 是吧 有全国人大相关部门 还有咱们高法高检 以及政府的相关部门 还有群众团体等 我们相信呢 这个联益会议制度的建立呢 一定能够更好的聚集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促进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 陈总您是什么时候听说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局的 我第一次听到国家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正好朋友请我吃饭 他是拐我们的部门够多了 又增加了个部门 这个时候大家心不认识同意起来 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又多了个婆婆 这个不是婆婆 我们原来民营经济找娘家找哪里呢 找工商联 有困难 有问题 有诉求 去找娘家来 数数苦 提提建议 发现发现情况 老娘家人再去找政府部门 去发现问题 去协商 因为工商里是政府治理经济 这个助手 企业和政府直接的桥梁 现在有困难 有挑战 有问题 直接就找这个卫局长 找发给委 找民营局 力度更大 更直接 更快 然后在工商里再发挥作用 这个双冠旗下 我觉得呢 对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我觉得民营协举对我们来讲是管事 管用 所以现在就是有个抓种 再写提案知道写给谁了 是的 是的 为什么民营经济局会在国家发给委成立 国家发给委并不是一个职能的管理的 执法部门 它是一个综合协调的部门 它是要去解决问题去的 它是带有导向性质去的 它是为了更好的整合部门资源去的 所以它这个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方向性质 我相信随着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局设计了以后 它就会统筹 整体统筹考虑了 就会把一些很多的旋转门 隐形门就会拆除掉 发给委 它在推动立法上面 肯定会更具影响力 其实法律比政策要稳定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预期 刚才两个前辈都说了 民营企业其实最需要的是稳定的预期 魏局长 刚才您听了我们很多的企业家都在说 对您充满了期待 压力大不大 刚才男总 陈总 以及吴总的几位企业家 好像比较客气地说 但实际上是我们提论了很多要求 接了几位老总的话说吧 我们从关系立法这件事来说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总说句强调 就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本质就是法治经济 法治是最好的影响环境 那么我们在跟民营企业日常人沟通交流过程中 反映这个问题的也是比较集中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前例 比如说我们刚刚了解到某一个省 就实施了这个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它就规定了说不能因为说之不同 而设置相关的指入条件等等 刚才就吴总关心的这些 就从一个省地方已经开始出台这种条例了 那么大家期待的未来的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 一定会对这些有所体现 我们现在在举行的是国家发改委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现场 大约两个月以前这个现场会在晋江也开了一个 很多人就很有困惑 说相隔的时间不长 这么密集地开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在日常沟通过程中 我们也是尽可能多地 跟我们广大民营企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建立一个常代化的与民营经济沟通的交流机制 比如说我们召开周团会 比如说我们召开现场会 还有像今天对话这种形式 把这个设置棚吧 我们叛到这个会议的现场 目的呢就是多渠道多场合的 鼓励我们广大民营企业 积极的反映情况 是吧 提出工作的意见建议 马上我们建一个 民营经济发展的综合平台 要发布 大规模的请一些企业家们 请用我们政务部门 共同来研究解决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读点 难点痛点问题 给予相关的解决 魏局长说搭建的是一个平台 张市长您觉得为什么魏局长会选择温州 我觉得到温州来开这样的会议很有意义 温州这个地方呢 它自古以来就有重商文化的传承 早在南宋时期的夜市创立了勇家学派 讲的是精实之用 屹立并举 在学界当中同时与周西的礼学 陆九元的心学 这三种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思想 相互鼎立 形成了一种温州特有的 或者是在浙江啊 浙东啊 东南沿海啊 特有的这种事工精神 它有务实的文化 它有从商的文化 第二呢 温州被靠称为百公之乡 它自古以来有手工业的这种基础 所以在碰到合适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下面 就产生了偶合和激荡 形成了温州特有的几家群体 也创造了带有时代标识性的温州模式 所以我觉得国家发改委 把这样的会议放到温州来开 对温州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对民营积极发展来说 带有重要的标志 对这个民营经济的促进和发展过程当中 所要秉持的某一种精神特质 带有隐喻性质的 您觉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工作 您会选哪个 四个字来描述呢 还是要同向同行 好像它比较概念化 但是你如果要真正做到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早私营经济是由于补充 后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前我们联系政府的是桥梁和纽带 工商年 现在是作为职能安排在部门里设定了特定的局 说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分量重了 首要的问题要真正认识清楚民营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特征 你只要认清楚它是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特征 你才会义无反顾的真心实意地去做 为民营经济促进和发展的事 其次呢 你是要在工作过程当中真正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方针 这就是方向 这就是政策 你只有认清楚这个方向政策 你才会在执行政策过程当中坚定为宜 真的要风雨同舟 要感动身受 我们不能从本位意识讲 说你政府我想给你什么 那不是 而是要用第一视角和第一主体的观念去看到民营经济 我们只有在政策设计当中 能够围绕企业的成本降低 包括用水用电用气运输等等 围绕企业的税收环境的变化 围绕公平的法制环境的打造 围绕政府能够真正做到 不过多的去干扰企业的发展 民营经济它自身的动力是天然存在的 会议长觉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各方面有利政策的大力之下 民营经济发展总的态势是好的 但是我们社会预期的偏弱 什么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 以及我们风险隐患还是有一定存在 这些在我们整个宏观经济上有体现 对民营经济自身来说 分行业分区域分领域是存在大量的个性问题的 对于这些大量的个性问题 我们一一去解决 这对我们工作是有一定挑战的 张市长跟企业接触比较多 有没有哪些企业家跟您倾诉过 他们遇到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 像市长监督管理的时候 检验检测在同样一个城市里面 他要把他生产的产品要送到我们检测机构去检测 一百多公里的路 说起来远不远 说起来近真不近 那就需要我们政府的专门的服务机构 带上自己的设备到他的一线现场去解决问题 帮他递批或检完以后 同时把他的管辖权移交到当地 跨区域做了指定管理 这事情就解决了 这就是你应该服务要做的事情 所以像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会在现实当中很多 很具体 另外呢 就企业在克服一些技术难题 当然大的企业有它的特定的途径和路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大量的民营经济当中是中小企业 这些中小企业 它没有信息渠道 它也很难承担过高的成本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应该要有组织的 或者我们利用政府的部门的信息渠道 科技部门啊 技术服务部门啊 利用技术渠道去帮助它解决一两件 也许在科技人员解决起来举手之劳的事情 对企业就解决了大问题 所以这些个平台 这些个服务机构 都应该我们要做的 发改为民营经济发展局 首场公开录制的现场工作会 把这个设置办到这个会议的现场 目的呢就是多渠道 多场合的鼓励我们广大民营企业反映情况 民营经济发展局和民营企业面对面 探讨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管我们的部门够多了 又整条了个部门 支援要数不对等 我们提了很多很多年了 一定要回款 再不回款解不开锅了 我范围的问一下您 温州您碰到这种情况了吗 现场替您解决问题 好好梳理一下啊 大家期待的未来的 民营经济处理法 一定会对这些有所体现 民营经济发展新机遇 正在呼出 敬请温州 聚制药 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 贵州金沙高端酱酒 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国际局势风云变化的时代 我们还遇到很多新困难和新挑战 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在座的企业家 包括我们男总 遇到过的这些挑战 我几乎都遇到过 几乎都遇到过呀 大家觉得现在有三个冠军事 第一个是安全感 第二个是要素资源不对等 第三个应该是出海难 其实我跟男总感受差不多 一个是安全感 一个是融资存在的一些政策不合理 融资难 还有一个走出去 国际化 出海难 首先安全感还不够呢 在法治的一个公开公平公正 这一块啥 还有寄很大的改进 市场化 国际化 一定需要法治化 很多写来 因为我们工商里也好 这个财商总会有很多的写来讲 有些地方随意执法的 多头执法的 雇头执法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 法治环境 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壮大 特别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我觉得至关重要 魏局长 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局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和办法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 在不断加快 这是一部新的法律 我们结合这项工作 也不断完善 法律和制度的这种保障体系 清理这种涉及企业 不平等的 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 等等的文件 就是鼓励咱们民营企业家 敢干 敢闯 敢投 咱们形成一个良好的 这种法律的环境 法治环境问题 实际上就是 民营经济当中的资产归属的人格化 造成了它对资产安全的焦虑 国内学院它为什么不焦虑 因为非人格化的 所以它不会焦虑的 民营经济的 它的发展权 它的资产所有权 当它受到损害的 权一受到损害的时候 它一定是焦虑的 这跟它的身家姓名相关联的 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从立法过程当中 法治的立改肺的过程当中 你要考虑 你的法律到底制定的合不合理 在地方当中 其实也经常会碰到一种什么问题呢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 发展的政策向右 管理的政策向左 产生了这种合成谬误 不要今天你也来检查 明天也来检查 搞得企业无所适从 实际上就近几年当中 浙江也好 包括温州也好 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要最多查一次 因为企业在 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边界 是与社会相关联的 比方说安全生产 比方说环境问题 因为你企业是一个 公共生产的领域 政府不能不管这件事 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切开了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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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反复地不停地去干扰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对企业的过程当中 你要做到精准的监管 你要能够从各种信息渠道 获知能够感知到 企业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 这是从法治环境当中的 立改费的问题 和合成并物物的问题 和行政执法和法律应用问题当中 我们都得所谓政府管理部门 都得去思考这些问题 你真正把它作为一个 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去看待 你就不会经常去看着它 你就会让它一门心思去翻译 第二个呢 融资 倒不是融资难 民企大部分企业 你融资 要你够人担保 担保不够 回到家里边老婆担保 你这个发展 就带来一种压力 国企办办这个企业不好了 比如说这个行业转型 或者这个行业淘汰了 或者它自己办得不好 倒闭了 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资产处置的 一个机构 可以重组 它的重组效率特别高 这应该是个好机制 但是民企 这个机制就不通 不一样的一种 兜底保障 这个我认为在成熟的 法制体系下 就这个能够解决它 从中央到地方 地企业 其实是够关心了 但是这一点 要我认为 政府要想办法 怎么来解决 最后这一段 把它解决掉 您家里经历过 把自己家里所有的资产 夫人的都抵押出去了吗 我不知道 过程当中切了多少字 要把它忘了 反正是签字了 反正签字 刚刚这个 沈总讲的这个情况 其实有好多企业 在发展过程当中 碰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企业在起起落落的 过程当你好的时候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说 这个闲贫爱富 可能在某些时候 是某些特定金融机构的 它的秉性 就是你好的时候 你最好把我的钱拿去 因为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你成长的成果 当你不好的时候 我始终用怀疑的眼光打亮你 你到底上上下下 还剩多少钱 最好你把别人的钱 也拽给我 给我做一个备份 所以他就说了 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碰到问题的时候 然后让他的爱人签字 让他的孩子签字 也就是说 把你的身家性命全压上了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 到底对他的风险甄别 什么样才是准的 这个在现实当中是需要写决的 作为金融机构 也应该要引起思考的 实际上这个不光是钱的问题 它有的时候 还是令企业家觉得伤心的事情 下次等您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到温州来找钱 温州的企业家不光会敢融资 还敢给人融资 这个也有深切的体会 听了陈总一番叙述 我也在深入思考 说来说去 还是从法治顾根本上 政策强支持上 还是从这个落实 发育委还有一个字呢 就是投资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我们在中央预算内投资 专门拿出一块叫 民间投资的引导专项 近期呢 我们也在国家发育委的外网上 公开征求了 对中央预算内投资 民间引导专项 这个管理办法的意见 希望大家呢 广泛提出建议 目的呢 就是拿出真金白银 来增加我们 民营经济发展的动能 拿出来我们中央预算内的 一定资金 投入到这个相关 社民经济的项目上 增加这些项目的盈利能力 引导我们民间资本广泛跟入 是吧 进一步拓宽 我们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相信呢 这个专项的设立的 一定会对于 拓展我们民间投资的渠道 起到一个 叫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资源要素不对等 我们提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有一年的两会上面 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去 面向记者开放 答记者问 其中有一个记者问 他说这个 现在大家都感觉到 国进民退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论识 国有经济 比如国有企业 央企 特别的大央企 规模大 快都很大 那些重资厂 长期性 战略性的这一类的业态 我们认为 明确是弄不动的 弄不动都几千亿 几百个亿 三万亿 而且持续的投 比如说 新能源 光伏电站 大部队进来 这是主力军 所以它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 压仓石 这个时候 我们明确干什么 我从光伏这个领域 我们是 优势在于 创新的机制灵活 我们的决策 降出的比较快 创新动力足 我们是 经济发展的 胜利局 假如说 我们胜利军和 主力部队 主力军两军会师的话 我们现在在西部 发展光伏电站 我们也配合 国企央企 比如说 富庸光伏 一副一副一副 把它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把电站 作为一个产品 打一个包 把这个股权转移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模式状行 这就是国民共进 所以我是觉得 从要素不对等来讲 其实这里有 的确这个误区 那么我们民企呢 也是从小到大 从落到强 慢慢慢慢地 发展壮大 在发展壮大 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 隆碌 国家发展的要求 隆碌社会进步的 环境里面 资源要素 占有当中 不平衡问题 这个实际上 是客观存在的 大国企 刚刚南总讲的是 主力军 主力军 主力军它是 以国家信用 以国企信用 为倍数的 国企在发展过程当中 资本的规计点 都是 政府和社会 公共财富 从根源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体化的 这个民营企业 天生天然的 不具备这个优势 民营经济说 不要问我市长拿块地 我说我今天 我表态说 同意和不同意 我还得慎重地说 我得 苹果苹果 这个项目到底好 还是不好 会产生多少盈利能力 多少盈利能力 我得把这些 想清楚了 政府官员 也是代理人 他不是所有者 他也是代理人 所以他在认真的 所以我们在 民营经济获地当中 温州设计了 一个叫数据得地 叫不找数据 找数据 不找市长 找市场 其实有好多事情 还是在制度构建当中 是需要研究 需要探索的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 国家发改委会 会有更大的建树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 民营经济发展的 十五五规划 支持民营经济 参与咱们这个 科技创新 鼓励民营企业 采用新型城镇化 还有我们这个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 等等 就是这些重大战略方面 我们要提出一个 具体的目标和路径 就促进形成一个 非常可预期的政策方向 总书记二十年以前 在浙江工程的时候 发出号召 叫地瓜经济的理论 那我们立足在江 跳出在江 发展在江 转向全国 转向世界 我二十年前就走出去 当时去了一个最穷的国家 非洲杠古金 那个国家以前叫扎伊尔 您去的时候应该是 内战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 你为什么敢去这种国家 因为我选择了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叫孤 我们国家的孤 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 那我想选择了这个行业 你要做好它 心里边没有这个颜料的保证 心里总是不踏实 你看国家在这里说 鼓励有条件企业走出去 我总结一下呢 走出去 你的管理风险大于政治风险 其实还是企业自身的能力 我也看到了很多民营企业 当时弃了干口经 真正成功的胆子是不高 这里边呢 确实需要也要需要国家 在外交方面要给力 比如说 在这些国家 中资企业投资 灭绝或者是为了国家在力 需要去让民营企业 去投资的一些领域 那国家外交上可以做一些很多工作 有空间的 就是说走出去难这个问题 是吧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会同这个像外交部等等吧 这个部门 组织这个民营企业呢 帮助我们民企呢 增加我们合作交流的机会 我们在支持引导民营企业 走出去防风险方面呢 也是根据民企需要 举办咱们民营企业 走出去防风险的 这种专题培训呢 还有怎么样支持民营企业 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的 这种培训等等 支持我们的民营企业 全方位的参与国际化的这种产业 供应链这种重工过程中 去进行优化重组 今天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 不光是浙江的一些企业家 还有来自重庆的企业家 制飞生物的蒋总 对我们来说 刚才的这个导图里面 我一眼看到的就是回款难 我们的客户是分布在 全国两千多将近三千家 趋先一级的疾控中心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给疾控中心 然后疾控中心把这些产品 分发到相当卫生院 或者接种门诊 然后给我们这些 导图人民群众去接种 然后人民群众在接种完以后 他们把这个款回到 这个曲线应急的疾控中心 然后他们再把款回到我们厂家 理论上来说 这不会有回款难这个问题 但是的话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 六个月内能够给我们回款的 就已经是非常优质的客户 一般来说 这个回款的周期会到一年 甚至有的地方会更长 就会产生巨大的资金成本 我们要做研发 我们要生产 这也都是要需要资金的 回款问题就成为 关系到一个企业 能否说继续生存下去的 一个生命线 我们每一年到四季度的时候 我们在和所有销售员开会 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回款 一定要回款 再不回款揭不开锅了 我冒微地问一下您 温州您碰到这种情况了吗 这个 也有 不要含糊 有就是有 您说吧 这个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行业内 它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回款的账期 那是它合同约束当中的账期问题呢 还是它拖延你的资金的账期问题呢 我们不能够说是 你这合同约定 比如说90天回款 或者说180天回款 你不回 我就怎么怎么理 看样子您不好意思 在这么大众场合说高 私下的等会您告诉我 在温州哪个地方出现的这种情况 我帮你去讨钱 您看您还不好意思说 我都听明白了 这个市长要现场替您解决问题 您好好梳理一下啊 好的 魏局长有人跟您提出过 这种困扰和苦恼吗 很多企业确实关心这个问题 也确实实实在在发生过 那么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让这些问题的 这个来源渠道畅通 然后呢建立一个 分发转办 具体解决这么个渠道 我们现在呢 马上建立一个 就是民营经济综合服务平台 有一个跟踪问校 就是这个问题办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进行回访 满意不满意啊 到什么程度啊 这些像这种回款难啊 倾钱难啊 通过解决这种个性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规律 然后形成一条 整个处理问题的这个办法 在我们今天对话节目的录制现场呢 我们也想搭建一个小小的平台 这边呢是民营企业家 这边呢是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 和城市的管理者 南总和陈总 你们有什么特别想替民营企业呼吁的 刚才两位都从这个如何支持鼓励 民进发展角度啊 这个讲得非常到位 我们听了一行说鼓舞啊 原来的政策 继续给鼓励支持 像现在国家出台政策 非常的棒 创新上面的一些免税减费啊 这一块对于我们企业的技术改造 技术创新啊 长一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虽然很多的这一些年轻一代的创新不得了 这一条一定要坚持 第二个就是守抬套 有很多的大学生老师甚至海归 回来创业的 在政策的感召下回到家乡 回到祖国 这些守抬套怎么让它落地 这个用的话是有当责任的 好东西所学士 自己不试没得怎么试 一定要当于这个责任来 就是守抬套政策 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应用场景 那个是培养产品 那个后面就培育产业 我想借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边 要一句话 加快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 那么这个工业体系 它是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 这里边的构成 哪个是这一只一个龙头牵动的 行业的龙头企业 这一块我认为 国家要出台 不管什么政策都不顾分 加大把这个龙头拉起来 龙头拉起来以后 其他的它会带起来 我们台下几位嘉宾还有补充吗 企业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经常讲的这个红线是弯弯曲曲的 而且会抖的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这个红线按住 比方说它抖 第二个呢 万一有点脚带到了 不合适 喊停 别抓人 对于新业态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企业家赶喘 我想未来这个企业 才能把这个第五要素 真正的变成生产力 你要相信 它一定会稳定的 法律在执行过程当中 它会越来越细 把你的权责边界 要固化下来 让你的在执行过程当中 不要再抖动 不要再随意抖动 吴总 特别明显 它是我们制定宏观政策 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依据 是我们关注的 分阶段的一个重点问题的解决 让这种渠道畅通 然后用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式办法 收一批企业 最后助力咱们一个行业的发展 二位希望我们的企业家 用什么样的状态打开新局面 第一句话 我不希望你完美无缺 我希望你和我一路同行 和温州一路同行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企业有多少困难 我们政府就想多少办法 第三句话 创新是你们前进过程当中的使命 更是我们政府所面临的责任 都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我们有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这种体制优势 超大规模的市场的需求优势 还有我们这个工业体系 非常完备的这种供给优势 以及我们大量的高素质的 和企业家这种人才优势 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实 我们相信民企业高质量发展 是有底气的 所以说只要我们扎扎实实 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民营经济的疑恨 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相信听了二位的表态 我们的民营企业家 一定更有信心了 我是信心满怀 我想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困难天天有 我们也习惯了 改上了真的这么一个好时代 真的不能荒废 等不起不该等 我想通过今天这个新团会 这个对话的话 那大家都感受到 首先是国家也好 政府也好 都在不断地支持鼓励 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我觉得这一条 应该要看到 所以要坚定信心 为什么要求大家树立信心 我说不抱怨 不躺平 你抱怨没用 你躺不平 因为你在爬坡过坎 坡是斜的 你躺着会滚下来的 爬着爬过去 把抱怨的时间和这口气 转成创新学习 学习创新发展的动力 我们从历史经济来看 每次危机一定会出现 新技术 新产业的革命 进行来推动 带动社会的进步发展 谢谢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 我们看到了 民营企业家的激情澎湃 同样也看到了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 和城市管理者的真心和真情 我们也期待着 通过他们的思想碰撞 能够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创造无限可疗